你叫什麼名字 叫我不要大聲一點啦 福利影森預備 報告班長 報告班長 我想要上廁所 我 福利影森預備 然後自己站起來 自己站起來 不用8杯啦 再福利影森預備 100個 抱一個尿尿就先做個五六百個福利影森 然後後來就不想尿了 為什麼因為全身是汗嘛 學長蹲在旁邊 看到你在那邊 他蹲下來你以為說學長他會說 哎呀不要住了 累了累了 哎呀喂呀 人事是那種惡念嘛 蹲在旁邊 臭新兵 你再不要做啊 靠 你不用我不要收你 你又幾天 不要做不要做我你我去死 以前是報告問嘛 以前是 不敢問 各位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太小聲了 問題 太小聲了 事實上大家都有問題 都到陸戰隊很操嗎 不會啦 他會操 你有沒有跟你講怎麼操 你也等於是在聽故事啊 我跟你講操 你又感覺不到 你又感覺不到 是不是 你又沒有被玩過 你又感覺不到那種 凌辱的狀態 那種凌辱你懂嗎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叫我不會大聲一點啦 服力警生預備 你有感覺嗎 你有感覺嗎 你會 你沒有感覺嗎 我跟你形容你 你會有什麼感覺嗎 報告班長 報告班長 我想要散廁所 我 我女人 服力警生預備 預備 然後自己站起來 自己站起來 不用報備啦 再服力警生預備 100個 抱一個尿尿就先做個五六百個服力警生 你信不信 你不信嘛 你不信嘛 後來就不想尿了 為什麼 又全身是汗嘛 跟班長報告一下 報不完了 要去尿尿尿 尿 不用尿了 要去大便你也不敢大了 你光一個報 報告 就報不完了 他在旁邊坐狐力警生做了半個鐘頭 我跟你講就是花生的啊怎麼辦 我那個除掉就這樣啊 很集中平常啊 我跟你講當兵很操 可能沒有人到 就不是人嘛 就 子余這邊嘛 至於說你要去探討他 我只可能講說不 都日如年嘛 進去可以侮辱你的 絕對侮辱你 不可以侮辱你的還是侮辱你 你越不高興 他越高興嘛 你越不爽 他越爽嘛 學長蹲在旁邊 看到你在那邊 咳咳咳 他蹲下來你以為說學長他會說 哎呀 不要住了 累了累了 哎呀喂呀 人事是那種惡念嘛 蹲在旁邊 臭行兵 你可不可以走啊 你可靠 你不用我沒收你 你又幾天 不可以走不要走 我去死 現在沒有人啦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進去 做好你的責任 養身體 該睡覺睡覺 該吃飯吃飯 該運動運動 該出操出操 該出公差出公差 現在的生活就比較 又很合理 我覺得合理是 軍隊化的首號條件 讓士兵會思考 才是一個好的軍隊 局一反三嘛 報告 敢問 報告 以前就是報告問嘛 以前是 不敢問 都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太小聲了 沒有問題 太小聲了 沒有問題 事實上大家都有問題 真的呀 你問你問你 大家都有問題 只是 不敢把問題講出來 所以希望當兵 當軍 合理 服從也是合理性 因為 現在的兵要懂得思考 跟應對 不是說班長教一個錯誤的東西 不合理嘛 為什麼別人都沒問題 為什麼你問題這麼多啊 就是我們講的嘛 你明明有問題 但是 你不解決問題 你解決提出 問題的人嘛 懂得思考 懂得反問 懂得 很多種戰術 懂得很多種應用 活靈活現的 而不是為了 服從而服從 不是為了犧牲的服從 是不是這樣